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上的是 205上第六課 書信的第一節課 今天的學習目標有4個 分別是清進它的三個步驟 加上理解它的做起好解疑惑 好 今天要的三个步骤分别是 看全文 想经验 看图片 拆大异 听内容 做笔记 好 今天要的三个步骤相信同学们都已经熟悉了 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这三个步骤 当我们拿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迅速的知道 这篇文章的相关的讯息 你会先看哪几个部分 很好 你会先看标题 看图片 以及看前后文 因此现在我给各位同学十秒钟的时间 请你迅速浏览这篇文章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那各位从这篇文章的标题以及图片的部分 你大概可以连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阅读经验等等 也大概可以预估一下这篇文章大致的内容 那接下来 待会儿呢 华老师会阅读这篇文章给各位听 那各位就把重点记下来 做成笔记 那记下重点的方式 各位都还记得吗 很好 各位可以利用关键词或是利用所谓的图示 加上所谓的符号的方式把重点筛录下来 第三个部分 各位当筛录完重点之后 也听完了文章的内容 各位再重新想一想 你觉得书信这篇文章它的内容应该在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各位可以利用简短的几句话把它写下来 好 那接下来呢 老师要阅读一下这篇文章给各位听 第六课 书信 作者 秦寒 书信常带着思念和关怀而来 为原本平淡的生活增加了情味 书信的内容直接书写情怀 谈的也不过是生活琐事 然而 点点滴滴全是平淡中的真滋味 我常觉得 书信之所以能扣人心血 固然是基于双方深厚的情意 也由于自理行间的真挚 不造作 不虚假 真诚自有它的光彩 因而十分迷人 书信是温柔的艺术 写信的人有了可以谈心的对象 虽然不在眼前而在清理之外 然而 或是表达关怀 让人倍感温馨 或是透过笔端 心中的感受得以一吐为快 也是人生的乐事 书信的特质在于可以一读再读 每回思念朋友时便翻找他之前的来信 或打开电脑寻找旧档案重新阅读 有如跟故人相见般快乐 现在的电话虽然便利 立刻就能知道对方的反应 然而 话出如风 随其飘散四方 再无踪跡可行 假保存也大有困难 所以我喜欢珍藏书信与电子邮件 档案 每次时随手阅读 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长的轨迹 来个阶段和谁的交情最好 当然也有那终生不变的友谊 其实这样的情感已尽似手足之情了 读信的喜悦 有时像茶叶一般的清香 有时也像糖果一样的甜蜜 让人一再咀嚼 难以忘怀 有逢自远方来 故为人间乐视 能得知远方朋友的信息 又何尝不是今天开心的事呢 每一封来信都像是一朵小花 绽放在人生的花园里 美丽了我们的世界 也丰富了我们的心灵 因此我也经常喜欢坐在书桌前 给朋友写信 细细诉说我生活中的悲喜 以及我对他们深深的思念 但愿大家都能平安喜乐 共享友情天地 好 老师已经读完第六课书信的内容 各位同学记得吗 利用关键语词 以及利用符号的方式 再录一下这一课的笔记重点 再给各位一种时间 整理一下各位的笔记 好 最后请各位同学们再重新想一想 听完这篇课文 也做完了笔记 你觉得这篇书信 这样的文章里面 它应该是在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请各位利用三句话到五句话的内容 稍微整理一下 这里面的讯息 好 那我们重新检视一下 有关于清静它三个步骤的学习方法 分别是看悬文 想经验 看读片 猜大一 听内容 做笔记 同学们是否都学会了呢 那接下来 再做清静它的这些步骤 需要老师指导的 那就选一 你可以跟同学互学的共学的部分 就选2 你觉得自己 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 就选3 s的部分 好 请同学比比看 很好 各位同学呢 都已经呢 做了一下自我评估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 我们下一个步骤 是理解它的做记号 解疑惑的部分 好 接下来呢 要请同学们呢 自己呢 读读看课文 然后呢 要在上面做记号 同学们应该都还记得要做拿两项记号 很好 笑脸跟问号 那给同学们一点时间 请你呢 做下记号 好 王老师这边呢 也做了几个符号的部分 笑脸部分 出现在第二端 以及第三端的部分 那问号呢 在第二端里面有扣人心弦 以及光彩 除此之外呢 下一页 咀嚼的部分 也是呢 问号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呢 做记号 解疑 获得语词的部分 各位同学要用学过的方法 来解决语词的问题 并且按同学互考 那记得哦 如果找到语词的答案的时候呢 要把它放回回来的文章里面 读一读 看看是否通顺 答案是否合理 好 报道师这边呢 选了几个语词 各位同学 我们来练习看看 好 第一个语词是扣人心弦 那看看这个部分呢 出现在文章的第二段 我常觉得 书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 固然是基于双方深扣的经历 也由于字体行间的争执 好 那扣人心弦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可以利用哪一个方法来处理 好 同学们讲得很好 我可以用插一词的方法 扣人 就是呢 扣住这个人 心弦呢 扣住他的哪里 心弦就是指他的心中的部分 他感人 及深的那个部分 所以扣人心弦 就是形容了感人 非常深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放进原文里面去看看 书信之所以能感人及深的原因 固然是因为双方深扣的情异 所以这边呢 透过拆词的部分 以及呢 可不可以利用上下文 可以哦 扣人心弦 可以跟深厚的情异 这边去做连接 表示呢 他本身也是感动人非常深的部分 透过拆词上下文 各位检查看看 这样的语词是否正确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答案是什么 感人及深 好接下来我们再选选看下一个部分 好我们选的是光彩这个语词 好请同学试试看 他在文章里面 他是不照做不虚假 真诚自有他的光彩 因而十分迷人 好那光彩这个地方呢 各位呢可以利用所谓的上下文的部分 这个光彩它十分迷人 表示说呢 这个呢 它所产生的 真诚 它所产生的光辉 所产生的色彩 可以呢 让你觉得呢 非常的迷人 好那可以利用上下文 接下来可不可以开彩词 也可以啊 光 就可能是它的光辉 色 彩 可能就指它的色彩 所以它代表是它的光辉 跟色彩 也可以利用彩词的方式 好放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不照做不虚假 真诚 自有它的什么 光辉 自有它的色彩 因而十分迷人 好 检查之后 发现没有问题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语词 好课本出现在第五段里面 出现了这个语词呢 叫咀嚼的部分 好 第五段里面它说 毒性的喜悦 有时像茶叶一般的清香 有时也像糖果一样 让人一再咀嚼 难以惯怀 好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固件 跟什么东西有关 跟嘴巴都有关系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上下文的部分 也就是呢 让人一再咀嚼 难以惯怀 好 有时候是清香 有时候是甜蜜 根据前面 这两个部分 加上 难以惯怀 这个部分 比喻呢 它是怎样 反复的去体会 去玩味的部分 所以呢 它并不是字面上 想说你去咬碎食物 而是在这个地方 它跟清香甜蜜 还有难以惯怀 去连结之后 它应该是比喻什么样的事情 反复体会 它放入原文之后看看 也就是 像茶叶一般的清香 也像糖果一样甜蜜 让人可以反复的去体会它 达到什么 难以惯怀的境界 好 剪达之后 发现是OK的 没有问题 很好 那接下来呢 请各位同学呢 试试看 自己 和同学呢 互考一下 找到了什么样的语词 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最后记得 放到文章里面 去检查看看 看通不通顺 好 给各位一点时间 找找看 好 跟同学呢 互考一下 好 语词的部分呢 我们进行到这边 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步骤 要处理呢 句子问题的流程 那句子的部分 跟刚刚语词 一样 也就是你发现 你有读不懂的句子 各位可以利用一些方法 这边我们学过的 两个最重要的方法 一个是透过什么 标点符号 另外一个透过什么 语词 好 那找到这个句子的解释 它的意思之后 请你还是要放回 原本的句子里面 去检释看看 或是前后文 检释看看 这个句子的意思 正不正确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试试看 老师这边 也找了几个句子 让各位做一下练习 好 首先出现在第二段 书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 固然是具与双方深厚的情谊 也由于自理行间的争执 不照做 不虚假 真诚是有他的光彩 因而十分迷人 好 那标点符号部分 都是逗点跟句号 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 那语词的部分 各位来看一下 好 那在语词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哦 好 书信能扣人心弦 他迷人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他说固然 好 他基础 基于双方深厚的情谊 好 所以第一个条件 他有深厚的情谊 也由于自理行间的真识 然后真识的部分 他有没有继续解释 有 这个真识是不照做 不虚假 真诚 自由光彩 因而十分迷人 所以第二个部分 这个真识的部分 形容的是真诚的光彩 所以1加2 可以发现 书信迷人的原因 应该会有几个啊 会有两个 所以他原因应该是包含什么 双方深厚的情谊 与真诚的部分 与真诚的部分 好 这是第二段里面出现的 这个句子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个句子 好 在第四段里面出现 现在的电话虽然便利 立刻就能知道对方的反应 然而 画出如风 随即飘散四方 再无中机可取 想要保存 也大有困难 OK 好 首先第一个 各位来看一下 表点不好 首先是分号 好 分号部分 分成两个 不同的句子 这边可以发现 第一件事情 现在的电话虽然便利 可以知道对方的反应 好 所以电话 有没有带来一些便利型 有 可以看到他的反应 第二件事情 然而画出如风 第二件事情 画出去就像风一样 它就四处飘散 没有中机可取 所以要保存有困难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两件事情 请问它是相同的事情 还是不一样的两个事情 其实是相反的 它还可以从语词里面去判断 可以用的语词是什么 虽然 虽然是这个样子 然而 它的结果 却不见得 跟前面是相似的 所以这边看的其实是相反的 也就是电话虽然便利 然而 它说出去的话 要保存起来 也会有什么困难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变化很便利 但虽然可以 虽然可以知道对方的反应 但是保存 但是 保存里面确实有困难 所以关键是在这边 放回去词里面去检查 也就是 电话很便利 虽然可以知道对方的反应 可是 你要保存它 也是会有困难 所以答案这2 好 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 请同学们自己 跟 同学们 可以互相 考一考 或是自己找一找 那你应用 这样的句子 不同的句子 你应用的语词的方法 或是标点的方法 标点符话的方法 来解读 那说说看它的句意是什么 最后 记得把你找出来的意思 放回原句中去检查 看合不合理 正不正确 好 请各位同学 找找看 或是互考看看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理解它的做记号解疑或的部分 解释一下你阅读的方法的学习 那透过了刚刚的再次练习 各位觉得这个步骤 还需要老师讲解 你就选一 或者是跟同学共学的 你就选二 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了 你就选三 好 请各位同学比比看 很好 那经过呢 这一节课的学习 相信同学们对于精进它的三个步骤 以及理解它的第一个步骤 做记号解疑或都有相当的认识 好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